我們看第一集 他說現在這個有個斜面 不過這是玻璃做的 這個陽光這樣可以直接透過來 然後他說傾斜角是30度 然後這個是透明的玻璃板 然後現在 如果太陽的陽角是60度 這是60度 太陽光這樣射過來的話 這是60度 那麼他問 經歷兩秒末 物體在水平地面上的影子速度大小多少 我們現在來看 這物體的位置 與它的影子的位置之間的關係 這個 我們叫圓點 這個 物體的位置我們叫X 這一段叫X 那麼它影子的位置 是X' 那X'跟S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是60度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是60度 這是30 所以這是一個等要三角形 這等要三角形 不論你物體跑到哪裡 都是等要三角形 由物體跑到這裡來 陽光的話還是這樣射過來 陽光的話還是這樣射過來 所以它面的時刻都是一個等要三角形 好 所以X' 兩倍的 我把這個 投影過來 投影過來X' cos 30度 兩倍 等於x 所以X' cos 30度 那兩倍 這是等於x 那我兩邊取變化率 就是位置對時間的變化率 這位置對時間的變化率 這影子對時間的變化率 這位置對時間的變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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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物體的速度 這是物體的速度 那我們只要把物體的速度找出來 我們就可以找到影子的速度 然後它是經歷兩秒 經歷兩秒 因為這物體 它是做等加速度運動的 它在斜面方向的交度 是多少 在斜面方向的交度 在斜面方向的交度 我們叫X' 這等到Z 它Sine 30度 本來應該是G年cos這個交度 在斜面方向的投影 在斜面方向的投影 中移加入在斜面方向的投影 這個是等於ZSine 30度 下滑加速度 等於二分之一 那兩秒又它的速度 兩秒又的速度 我們叫VT 是等於AT XT 再加V0 出速是等於0 經過兩秒 這是二分之一G 乘以T T是兩秒 T是兩秒 T是兩秒的話 列掉的這個是9.8 或是代10 這代9.8 那我就知道V0 是等於9.8 這是9.8 除以更耗3 那這我把它算一下 9.8 除以更耗3 等於5.658 所以大概是5.66 末數是5.66 所以大家應該選C 多謝